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早上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關破證 我是眾所周老師 今天大盤 就像我早上我剛才提到的 量縮 那目前來看今天 最終的量縮是在3841億 那這個量呢 也應該算是近期來講 也應該算比較低的量 那最近一次低量 大概就是在我們往前看一下 好像是在6月8號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也剛好就是 我們那時候在推一個 決戰IC設計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剛好是3400多億 那時間隔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過去完之後呢 今天大盤又出現一個量縮的格局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提醒 今天的量縮跟上次的量縮 情況是不是一樣的 上次的量縮是因為一個行情 剛好運電要起漲 所以他先用一個低量來做確認 但是今天的量縮呢 別忘記了 它已經畢竟是已經反彈上來了 已經確定有漲了嘛 這個量縮其實比較偏向於 是一種市場觀望的氛圍啊 怎麼說呢 第一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航運股啊 它的續攻力道又跟昨天又沒有 算沒有連貫了嘛 你看昨天我們隨便打個比方來講好了 來你看我們就拿這個萬海來講好了 昨天萬海啊 昨天尾盤還有極攻喔 包括像這個長榮也是一樣 長榮也是 昨天尾盤還有極攻喔 但是你看今天就稍微整理 那當然他們沒有辦法連續攻擊的原因 這邊我也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 別忘記了 在反彈的過程中 會遭遇到一些壓力嘛 比如說這條12日的移動頻率線 跟這條26日的日 就是在反彈的過程中 會遭遇到第一個壓力跟第二個壓力嘛 那突破完之後 當然本來的壓力就變支撐 這個道理應該很多很多懂 但是我覺得以航運股跟鋼鐵股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先聊航運好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隨著大盤量縮 絕大部分的航運股也都出現量縮 你看像今天這個萬海只剩12萬8千多張嘛 跟上一次來比的話 上次是9萬多張 然後就出現反彈 可是說現在整個航運股 隨著在整理的拉回的過程中 我覺得投機的人 慢慢慢慢的就變少了 還有長榮 今天的量還是有點偏大 有點偏大 所以很明顯可以比較的出來 還有包括 陽明因為被分盤嘛 被分盤 所以說它這個量是失增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以這個長榮 還有包括像萬海 這一些比較具有指標性意義的股票 再來跟他做一個探討 就是說以長榮來講 今天為什麼還有50幾萬張 按理來講 就是說今天大盤量縮的情況之下 照理講他應該今天最好也量縮一下 可是今天還維持507萬多張 表示說這個市場 不死心的人還是非常的多 不死心還是非常的多 什麼叫不死心 就是說今天抱著賭一把 進去搶長榮的人還是有啦 也許是賭明天會漲 也許賭尾盤會漲 也許賭盤中會擠拉都有可能 所以導致這個籌碼的混亂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喜歡跟他聊 萬海的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萬海的籌碼跟長榮來比 雖然量也是很大 也是幾十萬張 但是別忘記了 至少它跟長榮來比 它的籌碼還是算比較穩定的 還有我早上剛才提到 一樣都是反彈 一樣都是反彈 萬海還有突破 你看萬海有突破這條 十日月東頻率線 在這個7月30號那一天還有突破 可是長榮並沒有 它只是點到就下來 點到就下來 表示說長榮真的要轉強的話 這一條十二日的運動頻率線 非常的重要 它只要站不上的話 基本上來講 你要看到它有大行情是比較難的 所以大家要再多多的忍耐 所以為什麼會是跟它強調 指標是看萬海而不是看長榮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第一個我們從一個突破的力道 它也成一個籌碼的一個穩定性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股票它的未來的一個發展 還有它那個強度 比較有辦法可以去判斷的出來 如果它一直籌碼很混亂的話 說真的比較看不出它到底 未來會走的一個方向 也許會漲 但是萬一曇花一現又下來 搞不好後面會摔得更重 這一點要提醒大家 好那當然聊到鋼鐵的話 大家也發現到 今天鋼鐵骨普遍 我們就以中鋼來講 今天整個中鋼也是稍微做壓回 前兩天有稍微反彈一下 今天稍微壓回 以中鋼的格局來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一直在進行一個相形的整理 我比較習慣稱為平台整理 這種平台整理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說在平台整理的過程中 量肯定是會不見的 這很正常 量縮整理 如果整理的過程中 都是像這樣爆量 就像這樣爆量 那當然要不就是壓回 要不就大漲 只有這兩種可能 但是目前看起來 以中鋼來講 你看它這邊的籌碼 已經開始慢慢慢慢的沉澱 這個情形你往後面去看的話 除了像夜星 因為夜星今天是創新高 因為它是直接創波段的新高 所以看夜星還不一定準 記不記我跟他提到 你可以看外海 海光 一樣有個海 一樣有個海 你看 那為什麼看海光 我們從海光拉回的過程中 可以發現到 它高檔爆大量完之後拉回 你看這個籌碼是迅速的沉澱 不可否認了 這邊的確是有阻力出貨的現象 不然量不會那麼大 籌碼不會那麼亂 但是一般來講 阻力它很少有辦法 再一次 在一個高點就把整個貨給出完 比較少 除了這個股票非常的投機 才有可能 那如果說我們以鋼鐵股來講 假設鋼鐵股都不是投機股 那照理來講 還有是有機會 拉回量速整理完之後 再醞釀一波上攻 這種情形就很像之前 我在做亞信一樣 都是爆量之後拉回整理量速 大家是不是記得 記得我跟他之前聊過亞信 你看亞信之前 也是創新高之後拉回的過程中 你看這邊開始出現 加強量速之後出現一波反彈 當然我不是說鋼鐵股的反彈幅度 會像亞信這麼來的大 但是不可否認的 只要拉回開始進行一個量速整理 通常來講這種股票比較有機會 你看如果我拿金鴻來跟他講 就更清楚 你看金鴻 你看他今年在四月份穿高點之後 是不是一樣拉回 對不對 一樣破了月線 一樣破了季線 一樣打回到半年線 但是他在壓回的過程中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他的籌碼是非常非常的穩定的 這個就是一種什麼 拉回整理量速 一個必然的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如果沒有辦法 比較穩合的話 說真的 你說他後面的行情會有多大 那個都是很難講的啦 所以大家現在懂這個意思了吧 所以為什麼 你看我今天測票告訴大家說 航運鋼鐵即將落地啊 即將落地的原因就是因為說 第一 鋼鐵跟航運基本上都是出現 在同一個時機連一起出現高點 然後拉回量縮嘛 那量縮整理完之後 好啦 當然有人在問我說 老師那會有沒有可能量縮完之後 再持續再跌 當然是有可能啊 這種在整理的過程之中 上衝下洗稍微壓低啊 稍微衝高 藉由這種衝高來吸引買 來測試買盤 藉由壓低來清洗復活的方式 其實並不是說不常見啊 不是說看不到 其實很常見的事情 但是不管阻力他如何上衝下洗 不管他如何優多 不管他如何壓低清仇 他最終的結果都是為了幹嘛 打底嘛 而這個底部的完成 當然你攸關後面 這個市場這個阻力 他預計後面拉的幅度有多大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我跟 我很喜歡舉這個驚鴻為例 給大家看的是因為說 我相信這個驚鴻啊 當然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節目 你可能比較陌生啦 這個驚鴻我在5月18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帶領會員進場 那你看那時候我們進場的 價位都在50幾塊 從那邊50幾塊開始進場 然後一路買買買買買上去 那當然你之前沒有參與到驚鴻 這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畢竟也漲得那麼多 你看從48漲到200漲到5倍了 你說我相信跟你聊一支5倍的股票 感覺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不是啦我今天是要告訴大家 舉凡所有會大漲的股票啊 你看到後面這會大漲的股票 他前面怎麼盤整的關鍵 才是最重要的 懂嗎 因為如果他前面盤整的方式 是有問題的 盤的不漂亮 那說真的你說後面會漲多少 我也不太相信 我們講比較近一點的 我們都講什麼就好了 我們講金豪科就好了 這算比較近的股票嘛 算是我比較近期來講 一樣亮縮見底完之後 帶領會員進場的股票嘛 那你看喔 我們金豪科是從6月21號 開始進場買進 你看金豪科第一個出身段 這段我是沒有操作 我是等他拉回完之後 我再預告 那時候我不是推出一個 再戰IC設計嘛 那時候我就告訴大家 金豪科會是我佈局的重點 而且我一直強調是重壓 我們是重壓 那你看喔 以金豪科來講 你看他拉回的過程中 這邊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亮縮 亮縮完之後噴出大漲 有沒有看到 一模一樣 再來我在舉檔 最近大家比較熟的 你看新唐也是一樣 進行一個平台整理完之後 這邊亮縮 你看噴出大漲 是不是都一樣 可瑞亞也是 你看這邊 進行小平台整理亮縮之後 你看大漲 有沒有看到 這個都是之前 我在節目上就有跟 公開分享過 也有帶領會員買過的股票 雖然說我們沒有賣在追高點 但是至少這些股票的操作模式 還有這個切入點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現在大家瞭解到 今天大盤既然亮縮了 我們就去思考兩件事情就好了 第一 為什麼今天沒有辦法補量商工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心裡面 想要的主流沒有動 當然懂這個意思了吧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心裡面 想要的主流沒有動 因為絕大部分人 還是心心念念在想 航運股能夠連續發動 但是因為航運股 它畢竟籌碼比較混亂 然後它連續發動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目前看起來 航運股它一定必須要等到那個拐點 我們講那個轉折點 確定完之後 整個富額侵略差不多 亮縮較遠之後 它那個反彈的力道才會比較強 再來我要提醒大家 即使航運跟鋼鐵有反彈 它也是慢慢漲慢慢漲 它不會一波攻到底 這種情形 我打個比方來講好了 這個情形就比較像敦泰前面這一段 你看敦泰前面這一段也是一樣 你看拉回之後對不對 打回到基線 整理完之後出現反彈 我今天早上有跟他舉例過 我說今天為什麼我一直跟他強調說 我們要去留意有沒有所謂反彈的行情 你看我們就以敦泰來講 就是最好的叫戰守著 你看敦泰這一段的拉回 大家發現到像不像那個萬海的模型 像不像 形態很像 這一段非常的類似 你看它也是高檔爆量完之後 然後呈現一個ABC Pro的拉回 拉回整理完之後 這邊籌碼稍微整理完之後 再直接出現反彈 那當然我不是說 萬海的反彈會突破前高 不是這個意思的 我早上有說過 現在因為畢竟時間點的不同 畢竟你看那時候 這個敦泰在漲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大概是在1萬5千多點左右 所以當然光點數上來講 跟現在大盤1萬7來講差2千點 所以當然是有差 再來就是市場認同度的問題 還有一個市場認同度的問題 因為它是從100多塊漲到253的 跟你現在看長榮那種感覺 是比較類似的 那當然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在想 就是說如果海運股有辦法出現一波反彈 然後突破前高 那當然最好皆大歡喜 就沒有人套牢沒有人虧錢 但是我要跟他提醒一下 我覺得先不要做這種比較大幅度的 一個突破的預期 我認為先不要 我覺得如果可以反彈個0.5到0.38的位置點 就大概在這個1.2再高一點點的位置點 我相信很多人的海運股 基本上都解套了啦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你看喔 你把敦泰這一段 你把它摳下來看一下 你再去看一下目前現在的萬海 再去看一下目前的萬海 有沒有非常的類似 有沒有非常的類似 有沒有看到這是萬海喔 對不對 這是敦泰喔 這是敦泰前面大漲前這一段喔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現在大家都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不可否認的 現在所有的鋼鐵航運拉回量縮 你們說是好事還是壞事情 而且我覺得量縮到越乾淨 後面反彈的力度速度會更快 所以建議大家 你有航運有鋼鐵的 真的要再有點耐心 但是先不用覺得悲觀 可能有的融資買的壓力比較大啦 但是我覺得真的不用太過度悲觀 我相信航運股的反彈 是絕對可以期待的 至於那個幅度有多大 那當然你就必須要每天關注 每天鎖定周老師的節目 不管是你從網路上去看 或者是你直接從家裡的機上去看 我會持續的幫大家追蹤 有關於鋼鐵跟航運 那鋼鐵就像我剛才講的 一樣的道理 你們就關注這個 你們就要留意這個好不好 你們就以這個海光作為一個標準 那為什麼是海光 當然你也可以看別的股票啦 你也可以去觀察別的 因為我覺得鋼鐵股差不多 大概只有業績是創新高的啦 那鋼鐵股來講 為什麼先觀察海光 因為它量縮拉回的 籌碼成績的速度算是很快的 這一種通常來講啦 就是說都比較有利於 後面反彈行情的一個什麼 一個進行 也許它你看前面這邊 不用多嘛 這邊來個ABC 後面再來個ABC也不錯 至於西坡被迫前高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一旦反彈完之後的 這一坡的反彈的高點 哪怕只是做一個B坡的反彈 這樣子的反彈我認為啦 都是非常符合 現在在大盤進入盤整的過程中 我覺得是可以值得去操作的 值得去操作 我其實並不反對大家去搶這種反彈 那當然有沒有可能 某些股票會漲得比較好 反彈變回升 就像蹲泰一樣 哇還突破前面的高點 也許有可能 但是不可能全部 我認為少數的航運跟鋼鐵 的確是有機會突破前高 但是不可能全部 你去看一下像IC設計 也不是縮的股票都過前高嘛 對不對 很多股票還是稍微點到壓力 就下來震盪了也是非常的多 能夠過前高的 畢竟是少只是有少啦 那當然能夠過前高的 最近也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像我這邊所寫的 IC設計追高要小心 你看能夠突破前高的股票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你看這大經驗 你看像這個經驗是不是 也還沒觸及到前高 這邊就開始出現一個震盪了 這表示這邊的籌碼是很混亂的 所以你不要看他以為今天漲停 我還是建議大家 你盡可能還是不要去追高啦 好不好 那當然先堂的情形 就跟經驗不太一樣 可是不可否認的 這邊已經開始有點籌碼混亂的情況 這都不要亂追啦 還有剛剛跟他說明過的這個驚鴻 你看這個高檔已經爆出這麼大的量 像這種情形啊 我都是建議啦 多看少做啦 如果你剛好有的話 我建議你也是站在那賣方好不好 還有包括這個通家 這個是之前跟他分享過 這是IC設計喔 還有這個尼克森 這個我已經獲利出清了 也是一樣 你看高檔都是出現這麼多上影線 很密集性的上影線 這個通常都是有的 有主力在跑過的一個跡象 那你說你現在在這個節骨眼 去操作這些漲度的IC設計 好啦 如果你塗的是那一塊錢兩塊錢 我也不能說什麼 但是我總覺得啦 富貴 不能說富貴險中求一定不好 而是說通常去做這種極短性的 這種搶短的做法 是很容易就套在高點的 因為你不見得會跑得掉 所以說我認為啦 最安全的做法 比較妥當的做法啦 我個人覺得啦 你們聽聽看 我個人覺得現階段 如果你真的要搶反彈的做法 你就一定要學習像我這種做法 怎麼做呢 好 我等一下告訴大家 反彈該怎麼搶 該怎麼做 你才能夠穩操勝卷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敵小誠信 回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金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金一定貸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好 搶反彈其實說難也不難 但是如果要做得好的話 每一次的反彈 你可以把握到一個短波的獲利的話 這個積累起來 也是一筆不小的財富 打個比方來講好了 我們就以剛剛我們聊過的 敦泰來講好了 你看到這次的操作 敦泰來講 當然啦 我知道後來 敦泰也有漲上去 有的投資朋友 有的粉絲就說 阿拉斯你要可惜啊 你賣得太早了 但是我覺得這已經無所謂了 大家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做股票 本來就不求買最低賣最高 如果我們股票就是追求 買最低賣最高很累的 懂嗎 真的滿累人的 我覺得就是說 只要確定要漲了 然後開始要進入盤整 或者是壓力到了 我們就把它賣掉 就賺一段價差 你看以這個敦泰來講 跟我做在216的 出在288的 對 我們沒有賣的最高點 但是你看整體的報酬也高達33% 就以一筆 一筆基本攤來講 一筆基本攤來講 那當然加碼加進去 就超過33%了啦 那怎麼做呢 關鍵還是在於說 在準備起账的時候 你到底能不能把握得住嗎 如果你可以精準的把握住 每個起账點的話 就像我常講的一句話 說真的 別人買不到的起账點 被你買到的 你想不大賺都很難 這就是我的操牌理念 跟我一貫的風格還有堅持 到目前為止數十年如一日 我從來沒有改過 即使我現在要進行 小鬼當家的作戰計畫 我這樣子的操作方式 也並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那為什麼買在起账點 這麼重要 大家知道嗎 最主要就在於說 買在起账點的好處 就是並沒有浪費時間 當然你也說 老師我也可以買在這裡啊 我也可以買在這裡 當然啊 買在這裡也會賺 買在這裡也會賺啊 因為最終的結果都衝上去的嘛 可是有沒有想過 如果說今天要來個一級逼中 哇一買就可以馬上賺得到錢的話 這個起账點的拿捏 一定要有人來帶領你嘛 所以你看喔 當我知道敦泰這邊即將起漲的時候 你看我在7月21號那天通知大家 216 218開始競選買進 這是口訊嘛 你們可以自己看 那你看喔 那天我們買敦泰的時候也沒追高 我們就滴滴的接 滴滴的接 當天買沒 以後來偉盤的上去 但是沒有做張衝 然後隔天呢 敦泰持續上工 持續提醒會員 233 233持續的加碼買進 一樣現買現賺漲停板 然後呢23號那天 一樣提醒你253 255持續的加碼買進 我說過了 股票只有做對才有加碼 做錯是不做任何加碼的懂嗎 萬一你一買就套了 虧了 那去加碼的意義就不大了 懂不懂 所以說一定要記得 只有做對了才預留加碼的資金 這樣懂了吧 順利看 一樣提醒你會員 順勢操作現買現賺漲停板 我妹妹當衝 一直到26號的時候 有做個隔日衝 有沒有看到這邊 在這邊提醒大家 想做隔日衝的可以定價288 意思就是說 你在這一天買的 253買的 隔天288可以做隔日衝 然後賺個35塊來加它 這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那你看後來壓尾盤 然後呢 當敦泰開始進入震盪整理的時候 我決定在27號這一天 出清所有的股票 一樣是定價288 然後尾盤衝到290 所以說穿價成功 全部都有獲利出清 好 當然我是要敦泰後面有漲 你看後面我賣完之後 我是27號出清的嘛 你看隔天會不會殺到跌停板 然後這邊又震盪又壓回又衝高 當然我覺得啦 後面這段的操作難度肯定是比較高的 不管你買在哪個點位 我這麼講好了 你的利潤都不見得會比我賺得多 這樣懂這個意思吧 我不是說後面不能做 而是說我覺得 接下來像很多股票 它籌碼亂了之後 操作難度它慢慢都是會提高的 所以一定要記住就是說 我覺得啦 做股票真的也不要太過貪心 就說老瓜紅坦還不會散 就是這種概念嘛 就是說做我們有把握啦 我們把這段賺到就好啦 那後面這一段 你別人要去玩給他去玩 反正這邊已經高漲三柱香了 我也不相信它會漲到哪裡去 隨便啦 就給別人去賺 至少我這一段我有了就好了 這就是我一貫的風格跟堅持 好 秉持的這樣子的風格跟我的堅持嘛 你看我跟大家預告過 今天是星期二嘛 我有跟大家說過 我今天有在預告一檔 我們小谷當家第四戰 這個股票呢 今天我已經開始帶領會員進場了 那你看這支股票一樣 你看這個籌碼真的非常的穩定 然後目前來講正運量突破 再來你看它上半年的營收 大成長兩倍多 直接刷新歷史新高 這種情形很像當初 我在做金豪科的時候一樣 那說的金豪科 在這邊公佈這個利多的時候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金豪科在這個六月份的時候 公佈這個營收利那個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大漲的 有沒有發現到 反而營收公佈出來 哇 曇花一現之後 啪 還掉下來 匪夷所思啊 事後才知道原來主力 刻意利用這個消息 來壓低啊幹嘛 進貨嘛 後面你看事實證明 金豪科還是因為有利多 還是持續大漲 那這個情形跟現在不是很像嗎 懂嗎 有了這麼好的營收消息公佈出來之後 努力還沒有大漲 那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嘛 是不是時間還沒到 還是說主力還在觀望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在等待 那不管如何嘛 至少一說創新高是事實嘛 我相信像這樣子的股票啊 慢慢慢慢的市場又會發現到 就像你去注意到敦泰啦 新唐這些股票的概念是一樣的嘛 關鍵是什麼 關鍵就在於說 要把握每隻股票的起上點 好 所以講到這邊 小鬼當家作戰計畫 這是因應大盤而生而全新的操作 還有一個佈局啦 那大盤進入盤整啊 很多權重股它其實很難有所表現的 所以我們要調整策略 要以這些小型股為主 不一定IC設計 哪怕是鋼鐵 航運 電子 紡織 只要會漲的股票 基本上來講 在這一波的這個規劃裡面來講 在我的小鬼當家作戰計畫裡面來講 都會是我操作的標的 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那請你的手機 掃一下我們屏幕下方的額微碼 可以跟線上的助理 還有秘書做個聯繫 當然也可以利用我們的這個服務專線 跟我們線上的助理做一個了解 這個小鬼當家作戰計畫的細節啦 好了 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來臨詐詢 那今天的節目呢 最後為大家進行到這邊 最後的節目最後 也預祝我們所有的投資朋友呢 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